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一集想和大家分享 我利用这个迪巴来做我的水耕系统 好 这个就是我的水管 4寸水管 好 这个是大概是10扯 这一个是后面的 后面的他们的长度不一样 所以把它切掉 这一个 这一个是那个锯水管的锯子 小锯子 我都从网上买来的 ok 我们会切掉这一个地方 先放一个木在下面 比较好衬托 比较好衬托 好 我们来画线 标记一下那个洞的尺寸 我们画一个平行线 标记一下那个尺寸 首先做一个距离 三寸 然后每个洞的距离是9寸 然后每个洞的距离是9寸 我是选择9寸的 每一个都是9寸 每一个都是9寸 然后我们快速一下 这个是距离那个洞的尺轮 我们选择2寸半 我们试一下这一个 毕竟是第一次 感觉有点卡卡 毕竟是第一次嘛 好 第一个洞已经出来了 我把我的胶背 套上去 这边还有一点距离 大概一寸的距离 一寸的距离 好 这一个水管已经 好 锯完了 开始第二次水管 开始第二次水管 好 又来一顺了 好 又来一顺了 好 第三次水管 好 第三次水管 因为这一个哦 还要拿出来的 好 完成四支 好 完成四支 好 完成四支 好 把那些丝弄掉 好 把那些丝弄掉 可是你要注意一下 好 弄刀片的时候 我们把它清理干净 因为现在做的 啊 清理那些丝呢 啊 过后 你这个水管要清洗的时候 就不会刮到 好 这一个丝 会比较麻烦啊 会吃一些时间 那毕竟是一次性啦 好 麻烦一次了 辛苦后天了 然后过后 每一次有菜吃的时候 都会忘记这一个啊 辛苦 我这四支水管呢 一共有54个 可以做54颗菜 会感觉比较少一点 好 我会下一集 可能会多几集 我会分享一些 垂直水管系统 好 毕竟这一个是一年前 我种植的做法啦 感觉54颗菜 感觉54颗菜 不怎么够吃 所以我就选择垂直系统 然后我们继续 刮掉那些丝 我们会在虾皮 我收买一个又敦草 还有商业 会推出另外一种 叫新产品啦 算是新产品 就是红田屋 毕竟现在这种植子 还没有推出 谢谢大家观看 订阅和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